大家早上好 现在是早上7点钟 我要开车去一次大的超市Coffland 主要是因为我们家这里周边都是小的超市 要买肉啊什么的 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买到 所以今天趁天气好 然后骑得比较早 就去大的超市买一点 酒吧因为9点钟要开会 他先在家照顾宝宝 尽量赶在9点钟之前回来 现在就出发了 今天早上柴油已经过了1块7 今天这里是1块7.2 我们家那边是1块7.6 油越来越贵了 就到了开了大概20分钟 到了这个Coffland 旁边是宜家 早上人不是很多 营收场还蛮空的 每次来这样大的超市 我都会提前准备好一个shopping list 以防自己有东西会忘记买 因为现在是冬天 加上了国际油价上涨 超市里面蔬菜的价格越来越高 我都自己在家里种起了葱 所以我就去超市买了两款葱 然后把葱白留下 可以自己继续可持续的种葱 这个超市里的葱白留下来 我们经常买 它是需要回去自己先洗一洗的 那天正好打折8毛8 我就买了一盒 最近一直看到网上有小伙伴吐槽德国超市黄瓜的价格 Coffland现在打折是1块2毛9一根 因为很久没有吃过黄瓜了 我就买了一根 在Coffland里面通常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苹果 像比较有名的Pink Lady 青苹果或者Gala都可以买到 我和酒吧非常喜欢吃这个叫Consi的苹果 水分足又有点酸 很好吃 葡萄打折发现很久没有吃葡萄了 所以我决定买一盒 然后挑的时候要看一下底下的葡萄有没有被压坏 德国超市里面通常都会有琳琅满目的蔬菜和水果的罐头 像青豆啊蘑菇这些 我们最最常买的就是玉米罐头 用来拌色拉或者炒下人都非常的方便 这个礼拜我就买了一罐这个Bio的玉米罐头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吃面包的人 所以家里吐司是常备的 Herry这个杂粮吐司很好吃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瓜子人 推荐给大家 在德国几乎每个超市都有新鲜烤面包的区域 可以买到很新鲜烘焙出来的面包 而且价格比外面要便宜很多 超市里的大多数蔬菜都是需要自己称重的 像我今天买的大白菜 西葫芦还有胡萝卜都需要自己称重 然后把价格贴在外包装上 如果忘记的话 在收银台旁边通常会有一个称 然后可以在那里称重 正好看到这个KUN的打底燕麦片打折 吃了那么多燕麦片 还是觉得这个牌子的最好吃 所以我就买了一包 只要九毛九 最近鸡蛋也涨价不少 像超市里面这种超市牌的有机鸡蛋 已经涨到了两块九毛九一盒了 但是我比较喜欢买黄壳的鸡蛋 感觉蛋壳会稍微厚一点 德国超市里通常都有各种各样的乳制品 饮料 然后酸奶的种类也是琳琅满目 纯素食主义者可以选择这种豆奶做成的酸奶 然后乳糖不耐受也有专门的酸奶 在超市冰冻区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方便菜 这个礼拜正好有几种方便菜打折 只要放在锅里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但是因为打折的口味我都不是很喜欢吃 所以我最后也没有买 这里就是Calflant的肉区 可以买到各种牛肉猪肉和鸡肉 像今天我看到这个猪里鸡打折 只要五块八毛九一公斤 我就买了一条可以回去和蔬菜一起炒着吃 除了猪里鸡之外 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各样别的猪肉 像小排 猪骨 五花肉 猪蹄等等 鸡肉也是各种各样的 可以买到整鸡之类的 我又买了两盒鸡腿Wunter Shanker 这个鸡腿就是不带鸡大腿那一部分的 这烧起来就比较方便 不需要过多的去切它 可以直接跟香菇木耳放在锅里一起炖 这样一盒600克的鸡腿是1.99欧 再买一盒BOOST INFLIT 回去切一切 可以用来炒青椒炒蘑菇 这样一盒400克的鸡胸肉是3.39欧 酒吧非常喜欢吃这个牌子的花生 这礼拜正好打折1.39欧一罐 我就买了两罐 除此之外 德国昌市还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薯片 但是我现在已经很少买薯片吃了 基本已经告别了 最后给大家推荐 德国昌市里的这种液体浓汤煲 如果大家要炖什么菜 需要打底汤料的话 可以直接开一罐倒进去 我买了一罐牛肉的一罐鸡肉的 结账出来这些东西共花了50欧 德国物价最近都在悄无声息的上涨 生活成本也越来越高了 希望这个疫情快点过去 生活可以快点恢复到正常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关注我们的频道 拜拜 拜拜